健康2.0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你會不會覺得 這裡非常有家的感覺呢 這裡是健康2.0的家 是大家的家 也是凱雲的家 其實在這邊 包括這個美麗的落地窗前 我們會有健康的運動教練 教大家做一些很棒的運動 還有網路上一大堆留言 要破除這些留言 我們會請專家來做實驗 另外家裡頭最重要的地方 也是愛心的泉源 當然就是廚房啦 有媽媽的愛心等等的 很多的食材 包括油要怎麼用 食材要怎麼挑選 怎麼樣烹調 讓營養不流失 讓健康更加分 這些都非常重要 而且很多人跟凱雲一樣 那麼在上頭 有爸爸媽媽進入了 銀髮族這個年代 那麼下頭有孩子 又在長大當中 所以健康2.0 要全方位來照顧大家 當然很多的專家 也在我們的現場 當然會有健康專家 到你家也到我家 告訴大家很多很棒的健康知識 那麼在今天 我們要來跟大家說的就是 包括怎麼樣來用這些好油了 原來我們的大腦有60% 跟油脂是有關的 現在吃好油 未來是不會生病的 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自己有點忘東忘西啦 或者擔心老人失智 等等的問題 就跟你用的有好有關 怎麼樣挑選 今天有Peple告訴大家 來看今天的健康專家 台湾醫院腦脊髓 神經內科主任林冠宏 老師忘東忘西身體不舒服嗎 當心可能是壞油在作怪 澄清醫院營養醫學主任劉柏仁 油品安全問題多 不當的油會引起發炎反應 我都覺得啊 我現在真的很容易忘東忘西 而且肌力好像沒有以前好 而且年紀大的人又擔心 會有失智的問題 主任 這原來跟我們用的油 吃的油都有關係啊 應該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腦裡面的細胞 它有一層膜 必須要有油來組成 那透過這層膜 我們的神經細胞 可以傳遞訊息 然後可以發揮我們應該有的功能 當然記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所以當這層油脂 它沒有辦法有很好的保護作用的時候 或者是它累積了太多的 不能夠排出的一些 不要的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我們腦部工作的負擔 所以吃好油會讓我們反應快 比較敏捷囉 是不是這樣 對的 其實油來講有好多種油 對 因為好多油剛剛就像林昨天講的 其實我們那個神器細胞 它表面那個模號 它叫隨俏 那事實上我們就好像傳電一樣嘛 對不對 你好的油如果好的話 它這個神經傳導速度會順 如果說你油不是那麼好的話 我們這個電線的包膜有問題 神經傳導速度會跳電 有點像網路喔 有時候lag那種感覺 是不是 也是不是像這樣 如果說網路有點遲鈍有點怪怪的 就像有時候我們突然想一件事情 明明要到房間拿東西了 就忘了要拿什麼 想怎樣的狀況發生吧 你本來要想的這種狀況 尤其只要年過三十之後 你就發現這個情況越來越多 沒錯 對 那你就發現 是不是年過三十 因為累積可能吃到很多不對的油 那這樣先告訴我們一下 真的如果吃到不好的油 會讓大腦有一些影響 那吃到好的油 讓我們反應敏捷更快 但是你們在臨床上 或者是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真的有遇到類似的案例嗎 對…其實我們講 話油跟很多疾病是有關係 我想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你看 我們這個有關油跟健康的疾病 相關研究非常非常多 你看 這個都跟大腦有關 沒錯 那林主任專長 在情緒 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是失智 阿滋海默 跟中風 那另外來講 跟我們在過敏性的疾病 包括氣喘 花粉症 像我們過敏性鼻炎都有關係 那另外當然我們講說 既然它壞油會造成一些 血管的氧化 血管動脈會硬化 對心臟的疾病 像冠狀動脈 心臟病 也是影響非常大 另外我們不要忽略了 肝臟的問題 我們現在 我們在台灣的脂肪肝的腎群 你可以到四成到五成 非常高 那這東西來講 壞的油會造成我們脂肪性的肝炎 以前我們講說脂肪性肝炎 好像脂肪肝沒什麼關係 現在不行 脂肪肝來講的話 如果它嚴重變成肝炎 最後變成肝硬化 跟肝癌是有關係的 再來肝癌 變三部曲 對 然後我們講癌症 那癌症來講 現在不好的油 它會造成生理發炎 我們現在研究了 很大型的流行病學 包括乳癌 子宮內膜癌 卵巢癌 跟男性的攝護腺癌 大腸 直腸癌 都跟不好的油是有關係的 這樣看起來 真的是蠻恐怖的 因為全身上下 都跟這些油有關 尤其我們今天提到的大腦 豎金 你曾經有個案例 就是這樣 是 因為一般來講 很多人都會想 什麼叫做不好的油 先不要分比較大種類的 想一種不好的油 我們認為人造的油 是相對比較不好的油 就是它本來天然製精裂 是OK的 可是比如說我們之前 食品科學界就發明一種 叫做氫化油 也是出現了反式脂肪 這些氫化油脂 它可能會出現在哪裡呢 早年使用的比較廣的時候 包括一些餅乾 烘焙類 那些吃起來很酥脆 很油油的感覺的地方 那之前有一個懷孕的媽媽 她就是 她本來就非常愛吃這些東西 可是醫生有跟她說 妳這個懷孕期 因為妳要控制血糖 妳要控制體重 妳要為了寶寶 所以她懷孕期都借吃 從麵包 餅乾 烘焙類 她都不吃 最愛的東西是都先忌口 都通通借掉 然後她一洩貨之後 想說天啊 解放了 我讓她拼命吃啊 所以她一洩貨之後 人家那個坐月子 是補那個什麼麻油雞 結果幹嘛 不是她是拼命的 就開始吃麵包 吃什麼 吃這些零食 對 因為她想說我要補 她想說我反正要補餵母奶 我每天需要的熱量很高 所以其實OK 可是很奇怪 她的小孩就是生出來之後啊 沒多久她覺得她的皮膚很不好 臉上老是一些有一些疹子 然後就是很不好睡 那她就跟小兒科醫生說 為什麼我的小朋友 是有過敏性皮膚炎嗎 為什麼臉上疹子這麼多 然後醫生跟她聊天 講一下他們的生活食物 因為你哺孕母乳 我們要了解一下你吃什麼 那才發現哇 你吃這麼多 後來醫生就跟她說 你先把這些東西全部戒掉 你就回歸你先不吃這些 反正你喜歡的麵包 餅乾 這些油脂脂的東西不吃 然後包括有色素什麼都不吃 結果她說很快 她大概兩個禮拜後 她去回診了 那個小朋友整個 第一個她沒有像以前那麼難戴 就是很躁動不安 第二個她臉很快的 那些疹子就消失殆盡 所以醫生跟她說 你不要覺得說 好像這些看起來很健康啊 OK啊 因為它是什麼雜糧麵包 問題如果她用到的不好的油 你還是可能這樣吃進去 然後藉由侮辱給小孩 而且從這張圖我們來看到 其實很多是跟小朋友 家長最擔心啊 過凍啊等等 這方面有關 沒錯 我自己有一個親戚 她的小朋友 她很討厭吃魚 所以她很喜歡吃豬油跟牛肉 跟外面的漢堡 然後後來呢 她因為在學校動作 就很容易喜歡 欺負別的同學 後來老師說她過凍 叫她去醫院去看 那醫生給她診斷說過凍而已 叫她吃點藥 然後當然我這親戚就很擔心 我說這個劉醫師想怎麼辦 我說她就不喜歡吃魚 這個我們好的這個油 包括我們一個三攝取不進來 所以我請她用點好的油 包括加點好的魚油 很奇怪的是 調了三月之後 她的行為比較乖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很多的毛病來當 小朋友過凍啊等等 如果說你的油用對的話 其實對小朋友的一個心智發展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而且這樣聽起來 真的讓我滿驚訝 也覺得對家長來說 好像點燃一盞明燈 沒錯 兩三個月 像素季那個兩個禮拜 就是說大家真的吃了好東西 在身體的話 它就是累積一些正面的 然後趕快把壞的東西排出了 不過有一個很多 我們常聽到的 飽和脂肪啊 不飽和啦 什麼單元多元啊 這到底什麼意思啊 這跟健康又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現在的觀眾朋友 很關心油 但是大家都覺得說 忽略什麼叫做 不同的脂肪算好 我們這邊跟各位朋友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脂肪來講 剛剛像素季講過 這個反式脂肪是另外 是最糟糕的油 台灣帶著過癮 就全面禁止了 最糟糕的 當然啦 清化油就是 我常常開玩笑 清化油是死的油 吃的話你血管很容易 硬化非常快 跟癌症過敏有關 而且甚至現在認為 跟失智或者糖尿病 都有相關 反式脂肪一定要比 那麼另外其他的呢 其實我們看 我們的脂肪分為飽和 跟不飽和 那不飽和有分單元跟多元 那多元分 Omega 3跟Omega 6 那是單元來講 大家聽過Omega 9 Omega 9其實就是 我們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那飽和脂肪 我們最常聽的像 牛肉啦 豬肉啦 四最小的肉 它含的最多的飽和 對 而且那個油會結凍的 會白白的 像豬油大家很熟悉 對 對 對 那這個像植物方面的話 椰子也是酸 椰子也酸是一個飽和 對 那不飽和來講 大部分植物會多 那魚也比較多 像我們一般講 單元來講就是 它是由油酸組成的 我們最常碰到的 這個單元不飽和脂肪 是對心血管非常有幫助的 譬如說我們講這個 橄欖油 或是台灣之光苦茶油 都是非常好的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那另外多元來講 有Omega 3跟Omega 6 那Omega 3大家比較清楚 像我們講魚油 或者是我們現在講 亞麻人籽油 很多人喜歡吃亞麻人籽油來養生 那事實上 我們Omega 3是非常容易缺乏的 那Omega 6來講 就是我們一般常見的植物油 那它到最後 Omega 6會帶接成 所謂的花生四細酸 那花生四細酸這個來講 身體會促進發炎 所以理論上來講 多元不飽脂肪 都是我們必需脂肪酸 可是我們現在研究非常清楚 如果說你的Omega 6過多 Omega 3過少的話 身體是處於發炎的狀態 就像我們剛講 很多疾病就容易發生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在攝取的油來講 目前很容易缺乏 像單元不飽脂肪酸 或者Omega 3 Omega 6是容易攝取過多的 也就是像大家外食族的話 Omega 6基本上都是夠的 反而是要多吃魚 然後讓自己的魚油 對 攝取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一點 好 那還有這個油 除了說剛提到這個發炎 發炎反應 如果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開始產生所謂的發炎反應 你到底會有哪些問題出現啊 身體的感覺 最相關的還是來自於一些疲倦的感覺 好累啊 所以說如果你工作今天覺得很累 每天都好累 其實就是發炎反應 不過當然我們如果吃了不對的食物 你可能也會有類似這樣的 不舒服的感覺 我們也把它定義成發炎的反應 那我想我們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說我們要從我們日常生活 長期的去保護啊 避免這些比較不適當的食物 所造成身體的負擔 它才不會日積累 日積月累的造成一些身體的一些 慢慢的一些負擔增加 最後終至成為疾病的部分 對 我們就是要告訴大家 怎麼樣預防哦 所以這個用油 用什麼樣的食材很重要 剛說發炎反應 覺得疲累是一個 還有另外很多人容易過敏 也是要注意的哦 還有腸頭痛等等 這些也算 其實慢性發炎反應 它的範圍非常的廣 因為就像剛才林醫師提到的 嚴重症包括心血管的硬化 這已經到很後端了 甚至有些人認為肥胖 都跟發炎反應 或者癌症都跟發炎反應有關 可是有些人認為 慢性發炎的現象 就會在身上呈現出 像你剛才說 有些人的頭痛 它也是一種 有些血管發炎的狀況 或甚至其他就是 怎麼樣都無法緩解的疲倦 所以其實你可能不知道 你正在發炎 那麼除了說不好的油 會有所謂的發炎反應 提醒大家之外 另外其實現在油的製造過程 包括高溫精裂 其實就會對身體 或者對油本身的營養素 都有破壞 當然就是大家都會講說 我要吃好油 那到底怎麼選好油呢 其實 就是溫度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通常精製過的油 大部分都是用高溫的方式 那用高溫的方式的話 大部分這種油的價值 它就會價格會比較便宜 那一般如果是 我們比較高價的油的話 我們大部分都是採低溫的壓制的方法 因為高溫的方式如果說 我們都知道說炸油其實是在果實 或者是在種子上面 那我們要把它炸油出來的話 我們利用高溫炒過之後 這種的油炸出來的炸油率會比較高 然後同時這樣的油 其實它保存的時間 還有就是在保存上面會比較穩定 所以一般的話 如果說我們大眾使用的油 我們大部分都喜歡用高溫的方式 可是低溫的炸油的方式 這種通常它比較天然 那因為溫度比較低 所以整個營養素都會被流下來 加上就是說因為它沒有高溫 去把它炒過 它其實它的炸油率比較低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它的溫度比較低 它需要拉長時間去把它炸出來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的成本其實是比較高 可是以健康的觀念來講 其實低溫方式 它的油的營養素 都會保留在油脂裡面 對 所以我們說低溫的這種 炸油的過程 比方說橄欖油 苦茶油等等 像台灣之光苦茶油 花生油 還有一些好的麻油 其實現在大家都漸漸知道說 要用低溫的方式 而不再像傳統 我們在市場上或者一些油商 它都用高溫的方式 去把它逼油出來 廣告之後我們就要來告訴大家 到底要怎麼樣來挑這些油呢 包括上 東方的橄欖油 就是我們的苦茶油 其實挑選是有秘訣的 另外呢 買對油 比買貴的油更重要 家裡頭煎煮炒雜 到底該用什麼樣的油 等一下告訴我們 原來油品對我們這麼重要 大腦有60%是脂肪所組成的 所以呢 如果用好油的話 兩三個月之內呢 全家人健康可以有一些改善的 包括呢 比較不容易忘東忘西 小朋友比較不容易過動 我們剛剛提過的 還有包括了像 老人失智可以避免等等 都對大家有幫助 就是從日常生活當中 就可以做到的 好 那宇婷老師 問題來啦 既然這樣的話 哪一瓶油最好 你告訴我 我就買那一瓶就好了嘛 我跟你講 天體下面這麼便宜的事情 沒這麼好的事 我跟你講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大自然有這麼多的油 就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廚房裡面不能只有一種油 其實因為在國外 他們的飲食習慣 跟我們很不一樣 因為他們會把油當成是一種調味 所以他們比如說 沾麵包 做沙拉這些 可是我們台灣 我們的中國料理非常的複雜 煎煮 炒雜 樣樣都來 所以我們要知道它的發煙點 提到這發煙點 我們特別把這一張給搬出來了 肅氣發煙點 通常我們看到油冒煙 尤其以前媽媽在大火快炒 有沒有 都等到冒煙了 然後蒜啊 什麼再丟進去 對 這個時候就覺得 就是要這麼樣的大火 要這麼熱 那個香氣才會出來嘛 對不對 其實這剛好是風險的所在 一般來講 我們在講 油當它遇到高溫的時候 溫度漸漸高 它的穩定性就會變差 當它開始冒煙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是油品變質的起點 對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先給大家知道 像大家都會覺得說 初榨橄欖油有一陣子好流行 就覺得初榨橄欖油有橄欖多分 又有很多的油酸 不是說這是最好的油嗎 而且花了很多錢去買的 對 還說它可以降低膽固醇 控制血脂肪 大家都覺得瘋狂的痛 可是你要用到對的地方 然後之前有個阿伯他就是 因為醫生檢查幫他檢查說 阿伯 你這個血脂肪太高 你要控制 他就回去跟他媳婦講了這件事 媳婦就很優好的 買了很多的初榨橄欖油 都買最高級的給他 隔了三個月之後 阿伯很興奮地想說 這次來看醫生 一定要跟醫生說我控制得很好 對 成績應該是100分 對 一抽成績更差 醫生就說你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有控制 然後他說 醫生 我都有控制 我媳婦都買最高級的初榨橄欖油 我煎炒煮炸我都用初榨橄欖油 一天煎炒煮炸 你都用初榨橄欖油問題來了 初榨橄欖油它本來應該是很好的油脂 對於現代人來講 可是問題了 他把它拿去炸了 把它拿去煎了 可是它其實不耐高溫 我們可以看一下初榨橄欖油 它的發煙點其實是非常低的 它最適合的做法其實是涼拌 可是當你拿去炸之後它變質 所以阿伯的鞋脂肪沒有獲得控制 反而更差 也就是花了大錢買了好油 但用錯了之後對身體還更糟 所以掌握發煙點很重要 第一個吃錯的是鞋脂肪 第二個他們常說 你會發現如果你常常有冒煙的油上去 你家的廚房 老實說抽油煙機不夠力 常常會有黏黏的東西 有一個醫生的廚房 他說 你看你廚房的油煙機 就好像看到你女性主婦的肺部一樣 你的油煙機是乾淨的 你的肺部是乾淨的 國外有研究甚至顯示 他說如果你尤其是中式烹調 當你越常用這些高溫 然後用到錯誤的油炸的時候 你的肺癌的風險是高的 所以重點來了 第一個選油要選對之外用對 所以看發煙點很重要 可是大家覺得看發煙點 真的超難備的對不對 很簡單 可以耐炸耐煙耐高溫的是什麼 第一種就是相對穩定的油 什麼樣的油相對穩定呢 就是放在常溫下 或稍微抑低溫就會凝固那些油 它就是穩定的表現 所以你會發現動物性油脂裡面的 豬油啊 什麼牛油啊 什麼鵝油啊 它們幾乎都會凝固對不對 對 然後第二個植物性的油脂裡面 像椰子油啊 棕榈油啊 它們會凝固對不對 所以在相對低溫的時候 它就凝固了 它就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油脂 它耐高溫 所以這些油 可是你說 可是我不想要吃這些飽和的油 因為它會凝固 就是它飽和比較多嘛 你不是叫我吃不飽和的嗎 好 不飽和裡面有幾個大家比較常用的 一個就是呢 西方來講就是葡萄籽油跟葵花油 東方來講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玄米油跟我們的苦茶油 所以這樣就比較好背的 一個就是會凝固的 一個就是東方你就選玄米啊 苦茶 西方你就是葵花啊 跟葵花子 你看喔 像我跟雨婷老師 都已經穿上這個圍兜兜了 就是要告訴大家 遇到煎煮 吵雜不一樣的時候 因為這才是對大家生活最貼近的 每天都在做的嘛 到底要怎麼樣挑油呢 剛剛肅清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很喜歡煎跟炸在家裡頭 難以避免煎魚啦 然後煎一下排骨啦 或者炸個小朋友喜歡的薯條啦 或者炸個肉條等等的 都常用到 在這邊我們先看到豬油啦 然後還有鵝油等等 其實這個我很好奇喔 尤其在之前油品風暴的時候 有一陣子開始在封鵝油 或者很多人說啊 用豬油 如果你要炸東西 你願用豬油 鵝油來炸 為什麼 因為相對的它的穩定性比較高 那我們炸豬油 或者是用鵝油來炸的話 東西它其實會非常的香 所以而且它炸出來的成品 會非常的漂亮 但除了香之外呢 如果跟健康之間相關的呢 一般來講就是剛才講的 豬油跟鵝油就是穩定性高 所以如果你要用炸的話 當然它們兩個相對的耐炸 不會變質 可是如果鵝油跟豬油比 為什麼那陣子會流行鵝油 因為有一陣子 什麼鵝油 蔥 鵝油什麼就很流行 而且是高價油脂的代表 原因是因為鵝油裡面有兩個特色 一個特色是它跟豬油比 它雖然還是飽和脂肪 是動物的油 但是它的飽和脂肪含量 比豬油低很多 豬油大概40%多 它只有32% 所以第一 它是動物脂肪裡面 相對飽和脂肪比較少的 比較低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 剛才呢 我們劉醫師有講到一個東西 叫油酸 對 就橄欖油 我們為什麼認為它是好油 認為說它裡面的油酸是很重要的 橄欖油的油酸非常多 而鵝油呢 在這些動物性油脂裡面 雖然油酸也是不少 所以第一 飽和脂肪含量低 第二個它的油酸含量 比較沒有那麼 比較夠 所以有些人還聲說 橄欖油 有一些人稱他說 這是不是動物界的什麼橄欖油 我想不是啦 大家不用想那麼多 就是相對於豬油來講 比較沒有那麼飽和 好一點點 那一陣子好多人在團狗 所以大家覺得說 鵝油是不是有什麼太大的好處 今天聽素青這樣講起來 它是跟豬油比起來呢 稍微好一點 但也不是說它就脂肪 或者說熱量低 並不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要以這個高溫油 這樣來講好了 像苦茶油 玄米油 通常都是比較高價比較貴的 今天雨婷老師要幫我們示範的 這道料理呢 是就是用苦茶油來做的嗎 對 那跟一般如果我們用其他的油來做 風味上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風味上面的話 像我們用那個苦茶油來做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味道非常的清香 而且吃起來你不會覺得燥 也不會覺得很油膩 那甚至於有時候早上啊 在做的時候啊 大家其實早上在吃 其實對我們的胃部啊 還有對身體其實很好 因為早上吃好油 其實我們的身體的反應啊 所有的那個免疫系統 都會讓我們的那個 免疫系統變更好 今天雨婷老師要教大家的是 還有左雞腿麵線 可是像這個雞啊 如果有一些動物脂肪的話 本身最好是用它自己本身的皮 當油脂是不是 沒錯 這是現在最流行 也最建議的料理方法 就是說我們把動物的自體脂肪呢 在料理的時候就當作油品的來源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國民營養調查顯示 台灣人的油脂其實普遍攝取過量 對 男生一天大概多吃了15公克的油 女生一天多吃了7公克的油 如果以男生的部分來講 你把這些油減掉你一年可以瘦6公斤以上 對 你就是只要記得 你都不要另外添加油 只用這種它自己的油來烹調 就是這麼簡單 或者你把它拿掉 對 一個是用它本身的油 另一個就是把它切掉 這樣可以讓家人吃得更健康 像我們今天用的就是苦茶油 對 我們今天用的是低溫出炸的苦茶油 就可以讓自己在身體裡頭的飽和脂肪 又降下來了 對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它放下來 你看好的油其實它溫度不會 你放肉下去它整個煙跑上來 對 對 可是喔 那你有沒有聞到香味 有耶 有沒有 有一股香氣過來了 對不對 它的那個味道其實是很溫和 然後有那種青草的香氣 對不對 這我要來請教大家素卿 剛剛我們不是特別把這個雞皮給弄掉了嗎 是 但如果說它用自己的皮的話 基本上也有另一種香氣啦 對 那換成苦茶油跟原本用雞皮到底哪一個 對健康比較好 對 換成 用雞皮的好處是說 因為我用自體脂肪 所以我本身沒有額外的油脂 那雞皮又可以提供香味 所以吃起來比較好吃 那如果換成苦茶油的好處是 當我把雞皮去掉了 換成苦茶油的時候 我等於是把飽和脂肪換成不飽和脂肪 而我們現代人普遍飽和脂肪攝取過量 對 不飽和脂肪裡面又吃到可能比較多 是多元不飽和脂肪 所以像苦茶油這些單元不飽和脂肪 相對少的情況下 換它就有這個好處 就是把飽和換成不飽和 在今天的過程我們也要來請教一下主任 所以人體到底飽和脂肪不飽和脂肪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單元多元 對 攝取上也有所謂比例啊 有 當然有 你看台語知道我們現在最新的美國人央室 我們以前講說 膽固醇過高的人不能吃什麼雞蛋 因為膽固醇高 對 所以現在完全都已經這個革命顛覆了 它是限制飽和脂肪 所以剛剛之前講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比較健康的話是說 飽和跟我們這個單元跟周圓的比例是 1比1比1 1比1 可是我們現在很容易攝取過多的飽和 所以換掉說我們如果說 食用油來講的話呢 我們要增加這個含油酸的 這些單元多的話 我可以把飽和的比例下降 把單元的上升 降化可以讓我們食用的油來平衡 所以我們是改善膽固醇過高 細血管細病跟動脈硬化會有幫助的 好 我們現在雞腿呢 還在煎當中 那雨菱老師今天有特別先把我們煎好了 準備好了 也搭配好了 來 為什麼妳會想要這樣搭配呢 主要的部分是什麼 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一口裡面吃到全部的營養 那所謂 你看我這邊的話是準備有雞腿對不對 對 它是蛋白質 然後我們有麵線 因為那個我們的苦茶油麵線 其實拌起來是對身體非常好的 而且等於它又可以用在涼拌 直接又吃下肚了 對 然後就是說我們等於有澱粉又有肉 然後我們搭配上我們的蔬菜的話 那整個的話就很平衡 我們就不用擔心說我們會不會營養不夠 會營養不充足 那我現在接下來就是要教大家怎麼樣去把它弄 弄組合出來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一口就吃到麵 又可以吃到麵線 然後又可以吃到雞肉 還有這個菜同時都可以保護家人健康了 對 那首先我們就把生菜 我們大概把它修成一個背狀 背狀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雞肉煎好的 我們大概切一小塊 原本感覺苦茶油煎雞腿走麵線 好像很傳統料理 這個組合起來不得了耶 就是都可以請客 就價值感大幅提升這樣子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見 就是傳統的那種做法的話 其實會讓我們覺得說 好像這個很古早味 那有時候我們如果用這種方式 其實我們請客 或者是請外國人的時候 其實就是 請外國人 對 然後就是用他們喜歡的那種 Finger food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讓我們的古早料理 或者是傳統的 胡茶油料理 感覺是很時尚的 你看喔 這個就是我們非常時尚的料理了 原本是傳統的 但現在已經可以變得 這麼時尚 變得這麼不一樣 而且你看我們要吃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一整個拿起來 然後就這樣一整口 你就會發現說有蔬菜 有麵線 然後有肉 然後還有薑片 好 那麼廣告之後 馬上要帶大家來看喔 我們每個人在前面都有三個碟子 是苦茶油 因為苦茶油 其實現在有好的 然後也有不好的 但是它的價格都很高 就怕觀眾朋友被騙 所以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教你挑選方式 以及包括橄欖油這些 到底要怎麼挑 稍後回來 再回到健康2.0 我是鄭凱雲 用好油啊 可以顧腦顧健康 你看喔 雖然我們的腦裡頭 60%是脂肪組成的 剛剛醫師特別提到了 它就像一個保護膜 有點像網路一樣 如果說這個保護膜 很棒的話 我們電線就不會漏電 所以傳導很快 反應很快 不會妄東妄西的 但如果說出一點問題的話 用到壞的油 它可能就像我們的網路卡卡的 出現很多問題了 因此呢 像現在台灣 東方的橄欖油就是苦茶油 剛雨婷老師也教大家 用苦茶油做一些料理 可是苦茶油價格貴 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 怎麼分辨 真的 因為有時候 現在消費者 因為就不知道怎麼分辨 然後大家又想知道說 苦茶油對身體很好 那在選購的時候 大家常常就以為說 是高價比較好 那廠商其實也是 看中了這一點 所以花了錢 如果買到假貨 那就真的得不償失了 對 可是事實上 這是苦茶油啊 你要從肉眼上面去分辨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外觀看不出來 對 那顏色上面的話 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低溫的話 它的顏色其實是會比較淡一點的 那品嘗是最基本的 我們可以買來品嘗看看 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味道真的很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前面有三個 不一樣的 有一個是低溫的苦茶油 另外一個是用高溫方式炸油的苦茶油 另外一個是它有勾兌過的 就是相對它有加其他的植物油進去的 然後還有加一些香料的 好 我們就先從最右邊這邊好了 先聞聞它的味道 你主任 劉主任覺得怎麼樣 我聞到一個青草香的味道 對啊 就是茶樹的味道 茶樹的味道 好 那第二個我聞聞看 第二個 好像香氣沒有這麼重 沒那麼重 而且第二個我覺得它有一點點 你這個油有沒有放了一段時間 有一點點油耗味 真的嗎 第三個是完全沒有香味 所以首先可以用聞的對不對 好 接下來品嘗的話要怎麼品嘗 第三個很妙 第三個很妙 聞起來有點像花生油的味道 你實在是 對 有一點花生油的味道 它有一點點花生油的味道 對 但是它沒有那種青草的香氣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品嘗的方式 你就可以喝一點點到你的嘴巴裡面 好 你們乾杯我隨意 我有小湯匙來試試看 好的苦茶油 你就會覺得說它的味道其實是 味道很淡 然後而且是淡淡的一個炒香味而已 那如果是低溫的方式來炸這個油的話 你會發現說它的味道沒有那麼的明顯 那我們就從另一個你說 有調過的這個來比較一下好了 像剛剛那個 它真的有花生油的味道 對 如果說比較好的那個苦茶油 真的苦茶油 剛剛的口感是覺得它也很順也不黏膩 你看這個是不是馬上 喝起來是不是芝麻油加花生油 對 是不是 真的耶 真的 所以要用品嘗的 那變成如果是一般老傳統店家 必須要讓我們試試看囉 對不對 跟他講說看可不可以讓我們試試看 因為以前真的很多人會覺得眼見為貧 你知道嗎 他就會想說 我到你的店裡面 那有些店裡面甚至還有炸油機 直接炸給你看 我就放下去 然後現炸然後給你 我想說百分之百存了吧 不可能有詐騙了吧 後來發現裡面有兩條油管 真的啦 他們說他們有專門做那個機器裡面 有兩條油管 所以它現炸給你 但是兩個是不同的出口出來 所以你還是混到了 所以還是要用自己的 還是用嘴巴 嗅覺 然後跟嘴巴來比較一下 這樣比較清楚 對 我們剛剛說喔 如果說需要涼拌 我們剛剛提到涼拌呢 包括了像亞麻人油啦 跟出炸的橄欖油 這一些都是可以的 可是橄欖油又有一個問題喔 其實台灣之前油品風暴也跟這有關 怎麼樣挑 它等級分好多 價錢也都不一樣 對 所以呢 橄欖油其實也分成很多種 比如說呢 我們之前大家最流行的 Atra Virgin Atra Virgin呢 就是第一道冷壓橄欖油 那你會發現呢 它因為只有經過冷壓的程序 所以它相對可以保存比較多的 像橄欖多酚 橄欖多酚 太高級了對不對 對 而且它的風味也比較特別 就是甚至現在高級到什麼地步 現在有些高級樹 我是單一瓶種橄欖 就是我完全不跟其他的混 單地採收 直接冷壓 直接封瓶 所以甚至一瓶貴到幾千塊都有 這個講的是風味 講的是營養 但是它呢 你會發現發現點非常低 只有一百多度 只能涼拌吧 對 那如果你家無論尖鑄材 跟那個阿伯一樣 都要橄欖油的話 首先是什麼 我們叫做橄欖破油 或橄欖渣油 就是Polmes Polmes這一種呢 你會發現說 它因為其實已經被壓過兩次了 所以所剩無幾的油怎麼辦呢 所以它甚至可能會加上一些融劑什麼 去特地把它融出來 你聽到破感覺就是剩下那個渣渣 對 渣渣 所以之前甚至有傳說 其實在歐洲它好像不是食用油 是啦 只是說相對沒有那麼高級 可是你看發現它經過幾次經驗之後 它很耐炸 你看它的發炎點可以到兩百多度 所以你看你就可以炸東西 可是如果你想要營養 想要橄欖多分 想要風味 抱歉沒有 裡面就只有油 那中間等級就是Pure Pure你會看到標誌會寫百分之在Pure 那Pure它是就是第一道冷壓 加上我們第二次冷壓混在一起的油 那這個油其實相對現在也是最常見的橄欖油 那它相對在中間 營養還有一點點 然後可是耐炸就沒那麼耐炸 它大概就是中火兩百左右 所以你就看到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精煉不同的需求 你會選擇不一樣的橄欖油 對 而且你用法是不一樣的 比方你買到那個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 太可惜了 真的是爆甜天物 而且還會適得其反 因為它油脂裂變反而吃得更糟 好 提到油脂裂變我們就提到了 我們常聽到所謂的酸價 好像歐盟有規定油脂的 尤其橄欖油的酸價要在什麼樣的標準 對 其實我們在之前那個素質店 一個油品風暴 告訴我們就說 其實這個油壞掉 我們叫酸敗或是裂變 那這個我們在衛生福利部有規定說 我們大概油品標準是2%以下 那我們大概就說只要 為什麼會酸敗 因為我們油加熱之後 或是酸鹼的問題 它油上面的脂肪酸會油離出來 油離脂肪酸越多的話 我們酸價越高 那譬如說我們要 這個如果它我們是保存很好的油 沒有經過酸敗的話 它油脂肪酸非常少 那怎麼看 譬如說我們一般在做測驗來講 會拿這種 我們測這個酸價的一個貼紙 那這種式子來講的話 譬如我前面我來做個測試 那它拿出來它就有這個桶對不對 那一般來講我們要做測試油 譬如說我這邊有一個 橄欖油或是這個油 我先測這個橄欖油好了 我們測下去之後 我們大概沾個2秒鐘左右 2到3秒拿起來 可以放大概30秒 來 給我吧 對 來 我們給看魚 好 那這邊呢 這個是橄欖油 那這邊這個是我們其實非常用心 用的找的 我們的製作同仁很用心 對… 特別把那個家裡頭的油 弄成這樣 像倒油哥一樣 我們來看看 其實不要以為這種油好像看不到 其實一般我們吃鹽酥菇 很恐怖 如果很多炸的油 你有機會去有一些夜市 晚上快收攤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看他們的油 有一些甚至已經到差不多這個程度了 真的 這種油應該聞起來也臭吧 臭… 那我不要玩 臭… 臭… 好臭喔 這種油非常的傷身體 好臭喔 因為油在上面 所以我們必須拿這個紙 稍微沾一下 把上面油 因為它干擾到顏色 好 我們沾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看看 它這邊來講的話呢 藍色的 好 來 這邊從0對 好 如果到這個顏色 你看它特別在這個地方 喔 所以顏色不錯 它酸價大概列0.5到1之間 OK 好 這是非常好的 剛剛說政府規定如果酸價2以上 以上就危險了 就是滅油對油會有影響 好 這是OK的 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 這個當然我們再把它沾一下 那沾完之後我們來比敲看看 好 這種氣勢非常用心 來 我們看它多酸 來 哇 你看 InOver到在4以上了 所以這種油吃下去 絕對對會容易癌症 會有一些風險 這個已經在這裡沒有顏色了 對 已經爆表了 對 這個絕對 所以我們最可怕就是說 以前這種回鍋油 拿出精煉過之後 再給我們大眾使用 是很可怕的事情 可是問題來了 大家知道酸價重要 問題是我不可能有這些飾脂 在家裡頭通常沒有 有沒有一些指標 可以讓大家注意的呢 像之前呢 因為有一些素食店 它對於油品把關沒有那麼好 它可能很久沒有換油 所以他們就發現 油脂有裂變的情況 所以後來政府就會要求 他們必須做油品的管理 所以有一些如果 民眾如果去素食店 你想要知道它油好不好 他們其實定時的 油品的酸價檢測結果 都會貼在櫃檯 你看得到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瞄一下 但你會說 可是我都是去夜市耶 我沒有辦法看到油品的監測表 那有兩個事情 大家可以稍微參考 第一個事情是 其實現在我們的衛生局 他們也會針對夜市的攤商 進行叫做GHP的認證 表示它有一定的 衛生的標準的程序的認證 所以如果你的夜市的攤商 有看到這個GHP認證 你可以相對有第一層的信賴 那第二層的信賴要看 也看到自己要看眼見為品 怎麼看 通常油品的顏色 以前會教大家說 看油品的顏色的 如果很深 可能就表示像我們這樣子 已經炸過過幾百次了 太可愛了 可是因為世間有一些神奇的武器 比如它叫做濾油粉 那濾油粉濾過之後 它會輕輕如水 還有一樣的乾淨 真的喔 有時候它看起來還是挺乾淨的 所以第二件事情 你可能要看一下油品的流動性 因為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們的抽油肌上面的油 是黏黏的 就是油品裂變之後 它的流動性會變差 它會變得相對的黏 你會發現它比較割 就是像我剛剛講說 像醬油膏有沒有 對…來 我讓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它又變得黏 所以當你發現它的油品的流動性 不像我們這種輕輕如水的 而是它開始有點黏稠感 表示它油品裂變了 所以你用這些方式 然後第二個 再看就說 這真的有琵琶糕 對 真的有琵琶糕 懷疑氣質拿琵琶糕來冒充 沒有 我聞過它有臭油味 對 或者你可以發現 像一般炸物的話 如果你在家裡炸會發現 我用新油油炸的時候 其實不容易上色 除非你的醃料 有一些醬油什麼 特別容易讓它上色 否則你沒有這些醃料 照到底它上色很難 所以你去看一個攤子 如果它那個一下去 一下就變得很深 那你要考慮說它的油 可能不是一次油 所以買之前 現在旁邊稍微觀察一下 也是一個聰明的方法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就要來看了 那麼要劍腦 包括了像地中海飲食 當然是很重要的劍腦飲食 另外油很多人用的是 現在很流行 所謂的調和油 這又是什麼 那麼要注意什麼呢 稍後回來 浩油可以顧腦庫健康 顧全家人 那麼待會兒 雨婷老師會教大家做這一罐 是地中海的香料 還有橄欖油 聽說可以拌義大利麵 然後可以抹在麵包上 大家非常期待 還可以烤雞 對 所以有非常多的妙用 待會兒教大家 我們剛剛提到了說 橄欖油的挑選 還有現在的調和油 調和油到底是怎麼來的 調和油呢 其實最主要是台灣的食品工業界 應該是施法日本來的 那當時呢 為什麼會有 以前你很少知道調和油 可是如果你現在去市面上 你去我們的這個超級市場 買油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些就直接寫 比如說我是芝麻調和油 為什麼調和油 很多都寫調和油 有些都會寫 那些會規定 為什麼 那這個所謂寫出調和油 就是告訴你一個重點 它不是單一油種 所以我可能是花生天的大豆油 我可能是芝麻天的什麼油 所以第一個它是混合 那混合的原因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價格考量 比如說如果是純的芝麻油 它可能非常的貴 所以現在市售的那個香油 它普遍都是調和油 就是說第一個成本考量 第二個就是 有些是風味考量 我不同調和出來 會有些古法那樣子 它可能有風味 第三個就是烹飪的方便性考量 尤其是在大工業 用工業這些廠商做出來 就是我把它調和之後 再經過精煉 它可以 或在所有的烹飪過程 它都可以穩定 所以就變成一個非常適合 方便烹調的油 所以早年是這樣子過來的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教大家 你至少不同烹調方式 要有不同的油 至少家裡兩種油 它就是有點一罐搞定的概念 一罐到底 對 所以就比較便宜一罐搞定 但是到底要怎麼樣選擇 沒有關係 就看每個人家裡頭需求 然後來做自己的衡量 好 老師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用好的橄欖油 來做一些變化的話 還可以怎麼做 因為老師做沙拉 還是都不想吃了 對啊 那其實現在 其實一些超市都有賣一些香料 新鮮的香料 那我們可以把羅勒 或者是如果你找不到羅勒的話 你可以買九層塔 高棧塔 對 那我們就是把它洗乾淨之後瀝乾 那我們就用刀子 稍微把它切一下 那如果家裡有一些那個調理機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調理機來代工 那像這個做的過程當中 應該就要選那種 粗榨橄欖欖油 對 一定要選粗榨橄欖油 為什麼呢 因為粗榨橄欖油它的香氣 我說過 因為橄欖油 其實它之所以為什麼粗榨 會這麼的珍貴 其實它是採塞下來的橄欖 它是果實 那果實本身 其實它就是把它壓榨成果汁 那我們差不多20公斤的橄欖汁 下去沉澱之後上面薄薄的一層 就叫做粗榨的橄欖油 所以它特別珍貴 對 然後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它的營養豐富 其實香料真的好香喔 對 超香 這邊都已經聞得到那個蘿勒的香味 太棒了 對 然後我們就這樣切一切之後 我們盡量讓它大快一點 不要就是說少少的這樣子 可是樹青啊 像橄欖油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嘛 有粗榨 然後還有油破榨的 油破的 還有Pure的 但是問題是它不像苦茶油喔 我們還可以去試等等的 我們還有哪些大原則可以注意 對 因為橄欖油一定是進口的嘛 台灣沒有自己在種橄欖炸油 所以進口油的挑選呢 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幾個方向 第一個呢 我們希望它其實是原瓶原裝進口 所以它不會是來台灣再分裝的 那如果原瓶原裝進口 你說我怎麼知道它們分裝呢 那如果它是原瓶 至少它應該英文標籤會有 然後另外再附上中文標籤 所以你會看到中文英文標籤都在上面 那除了原瓶原裝之外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 比較好的橄欖油啊 其實它直接會標示酸價 因為我們剛剛還在講說 油脂的穩定性的時候 一個酸價是它的考量之一嘛 對 所以真的一些品質對自己有信心的 它自己就會把酸價標在上面 只是中文不一定有 它可能標在英文上面 也就是說要稍微看一下品質上頭 到底有什麼 對 而且你會發現這個就只有中文標示對不對 對 像這一瓶是只有中文標示 所以這就是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對 然後其實可以再考慮一下 它就是小平一點不用太大平 然後它是不是有避光平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非常好的 Extra virgin 照當地它應該是有避光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羅勒已經切好了 接下來 那我們夾我們的大蒜 大蒜切 把它切末 切成末 加進來 然後之後我們再加我們的橄欖 這個是買新鮮橄欖嗎 對 然後我們新鮮橄欖之後 我們把它拌勻之後 我們要加我們的初榨橄欖油 加多少 醃過去還是 差不多把它醃過去 你看我們這樣在攪拌的時候 是不是它就有本身的香氣 而且現在橄欖油的料理 其實就跟紅酒一樣 應該說橄欖油的品質 對 平等就跟紅酒一樣 很多高級餐廳其實都還會做分類 然後配上不同的菜 是 因為其實每個不同的品種的橄欖樹 它其實會有自己不同的風味 所以它甚至會讓你品那個油 然後再來決定怎麼料理 品油啊 對 品油 現在還有品油師 就專門來品這個橄欖油 就是像我們品紅酒一樣 會有說它有多少的 比如說草味 花香味 什麼味這樣 當然我們是吃不出來的 因為台灣 說實在我們就不是吃橄欖油出來的民族 可是問題是地中海飲食 也就是對人體有好處 而且還可以見腦對不對 這 劉主任為什麼地中海飲食 對於我們的 不管是腦部啦 心血管啦 各方面都有幫助 你看地中海飲食它有一些乳製品 有魚 然後有堅果 對 那現在這些特性來講 我們的脂肪 它包括這個369都有固道了 而且還有一個特性 它這裡面的甲比較高 我們知道我們現代人 除了油吃的不是那麼平坑以外 我們的辣攝取過高 所以我們這裡面含甲 是太鹹了 對 我們含甲高的 這些地中海飲食的話 它會讓我們血管比較舒緩 所以常常我們講 果然多吃點這個比較好的油 多吃含甲高的這些食物來講 對我們血量舒緩 降低心臟病 跟我們這個主任的專長 降低腦血管病變 一定是有注意的 主任上你看很多這個 腦神經方面的 尤其老人家很擔心說上 有失智等等問題 地中海飲食 我們剛剛提到的健腦挑好油 還有吃一些比較 新鮮健康的地中海飲食 也是關鍵 對 我們在失智的預防 飲食的這一塊 就是特別強調地中海飲食 那他們就是強調說 他們除了素 就是連多用堅果以外 就是油類的攝取盡量減少 地中海飲食它的特點 包括橄欖油之外 然後有魚 有堅果 還有一些番茄 番茄 對 香料等等 都是很重要的 對 好 現在雨婷老師 已經攪拌得差不多了 來 我先聞一下 好香喔 非常香 很簡單對不對 非常香 然後我們可以做好之後 放在罐子裡面 然後放在冰箱 大概一個禮拜 它的味道會更濃郁 放在冷藏 是嗎 冷藏 對 然後它的味道會更濃郁 那如果是說 你希望一次做大量的話 你可以做多一點 然後放在冷凍庫 可以大概放一個月 一個月之內要把它用完 可是放冷凍有個傷腦筋 因為拿下來就要退冰 那退冰之後 可以再塞回冷凍嗎 還是退冰之後 就要趕快用了 我常常都會把它分小罐 就是每次都弄不同的小罐 大概 有點像果醬這樣的小罐 對 然後每次就是拿出來 退冰之後 就是它很快 而且很快 就是你可以把它用完 你看喔 這個已經算是比較 在過程當中 又更熟成一點點了 好 所以顏色上也都不太一樣 然後冷凍之後拿出來就可以用 但問題是 到底要怎麼用呢 來 幫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如果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買烤的吐司 小麵包吐司 那我們只要 就是說在這上面 稍微塗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加任何我們喜歡的一些料 比如說你喜歡加雞肉 加海鮮 或者是加蝦仁啊 花枝啊 這些的通通可以 那小小的其實一吃一口 你不會覺得負擔很重 對 對 像我自己有時候懶得切 就把這些東西直接丟進食物調理機 讓它打打打打打打打 然後就做成一罐 你也會做這個啊 對 而且有一次很好笑 有一次因為就加堅果嘛 因為想說 如果我們不用那麼多橄欖油 我也可以一半一半堅果 因為懶得是不同的脂肪酸組成 對 我就加了那個鬆子一堆 結果當時加太多了 然後那個調理機很沒力 就把它燒壞了 這就是錯誤的使用方法 來 今天大家有福了 可以先吃吃看 品嘗一下 好 好 主人待會等一下喔 來 這邊還有一塊 怎麼樣 很好吃 對不對 這樣子又感覺沒有負擔 然後可以當零食吃 而且我真的覺得 對 然後其實這邊我還有準備就是蔬菜 我們可以沾蔬菜泥 好香味 這樣子香料的味道就很凸顯出來 因為那個整個老實說 我們對於羅勒或九層塔 永遠都只有在鹹酥雞當配料 真的 可是事實上它當主角之後 它非常的好吃 很香 而且這樣的味道 我覺得小朋友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像我們家小朋友很喜歡吃 這個玉米筍 然後或者用小朋友喜歡的東西啦 一些小蔬菜啦或者什麼 這如果搭配水果會合嗎 還是要什麼樣的水果才合 水果的話可能 拔辣可以試試看 拔辣好 就拔辣 我覺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這樣 有時候小朋友回來 可能隨便煮一個簡單的義大利麵 把它拌上去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對 你看就是它你又來不及煮 然後這樣很簡單 那或者是說有時候你把這個醬 就是醃雞肉 然後第二天拿出來就可以馬上烤來吃 好 真的是很好耶 那麼最後我們再告訴大家一下 買了好油當然保存非常重要 油是不是通通把它放冰箱啊 我提供一個像林姊楊她太太 她的保存方法很妙 她即使呢 第一個她一定是買小瓶裝 然後這種玻璃瓶的小瓶之後 因為油會融出一些東西來嘛 所以盡量她是不選塑膠瓶的嘛 那所以她買了之後呢 她就小瓶然後裝起來 更妙的是她會用什麼 她會用鋁箔紙把它包在外面 已經是避光瓶喔 讓她穿衣服 但她覺得要徹底避光 所以她還會外面再包一層鋁箔紙 然後使用的時候她會放在冷藏 等要用才拿出來 因為她說尤其你用的是越粗炸 就是那種越沒有精煉過的 我們說的 它裡面可能水分 或其他的成分比較多 相對不穩性 所以它必須保存在更嚴苛的條件之下 剛提到了玻璃瓶 然後有避光瓶 有顏色的 然後甚至再把它包上 外面包一層鋁箔紙 然後放在冰箱 再放在冰箱 那如果你覺得這太麻煩 重點就是避高溫 然後不要過度潮濕 然後放在陰暗的地方 然後不要放太久 那如果是其他的油 也是這樣的原則嗎 對 其他油也一樣 第一個請避開 真的盡量避開塑膠瓶 因為油跟塑膠在一起 沒有太好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第一個盡量避開塑膠瓶 第二個就是不要買大大罐 然後一樣放在你的 比較不會曬到太陽的地方 然後比較陰涼的地方 如果你不想放冰箱 那這樣的話 使用上會相對安全 吃好油未來就可以不吃藥 照顧全人家人健康 原來我們的大腦60%是脂肪 所以剛剛醫師告訴大家 兩個星期到三個月之間 大家用比較好的油幫家人烹調 外食足稍微改一下啦 多幾餐在家裡頭喔 照顧全家人健康 這是我們最期望的 讓大家都是 比較快樂健康的繼續生活 下次再見囉 掰掰